男子正在用蛇情走位快速的奔跑 只听碰碰三枪 男子腿部中弹 这枪法算什么水平 等男子找到掩体发现 膝盖被打烂 无线电被打坏 水壶被打穿 这枪法算什么水平 电影生命之强 中东地区延连烈日之下 作为举击手的马修和观察员大卫 已经趴了二十多个小时 依然没有发现对方的踪影 眼前的景象 让二人依然不敢轻举妄动 六个油管建筑工人 两个防卫队人员 有七个被直接爆头 并且他们都没在掩体为止 这说明对方是在三十秒之内 全部解决了他们 能达到这个速度的是个绝对的高手 这可能是传说中的猪疤 并且可能就在前面的墙后面 又几个小时过去了 天气的炎热让他们受不了 马修感觉就算高手 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不动 于是打算去检查一下 如果没人的话 他们就打算收工 马修起来去检查 他开始放松起来 自己走着跳着舞 走了一段之后 他开始觉得不对劲 发现八个人都是被爆头 这说明对方是个顶级高手 就在他思考的功夫 被一枪打中了腿部 大卫看到赶紧上前帮忙 马修让他赶紧躲起来 还没跑到马修更前 大卫也中弹了 他快速的翻到了墙的后面 发现膝盖被打烂了 赶紧用直鞋带进行了直血 打算用无线电呼叫救援 发现无线电被打坏了 这时马修想还击 让大卫找到对方的位置 大卫打算墙上挖个洞 用于观察 结果被砸到了手指 等挖好洞可以观察后 呼叫马修却没了动静 这时候的大卫用刀子 忍着剧痛挖出了子弹头 用两卷纱布进行了爆炸 鲜血还是瞬间浸透了 随后他腾晕了过去 耳机发出的声音 吵醒了大卫 戴上耳机 发现是总部 大卫赶紧报告这边的伤亡情况 被告知救援队伍就在附近 需要确定大卫的具体方位 让大卫站起来朝天空开一枪 这让他开始觉得不对劲 如果站起来开枪 就直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对方会把自己一枪干掉 继续聊天中 说到忠视这个词的时候 明显不是美国口音 大卫质问他到底是谁 他也不再继续伪装 承认就是刚才开枪的狙击手 对方想跟大卫聊聊天 两个人相互了解一下 这时候的大卫哪有这心情 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回着 并开始推算对方的方位 经过一番计算之后 得出结论 对方应该在集装箱位置 这时候大卫看到 另一个无线电设备 打算试试能不能用 想用木棍勾过来 发现他不够长 严重的天气 让大卫汗流不止 他想喝水 发现水壶没水了 仔细查看 水壶直接被打穿了 这时的大卫想到 能带他蛇行走位 奔跑的过程中 做到用三发子弹 一发打中水壶 一发打中无线电 一发打中膝盖 这绝对是顶级的高手 可以肯定 对方就是传说中的猪疤 根据他们两个聊天中 对方发出操操的声音 可以判定 对方在垃圾堆中 大卫想确定他具体位置 于是拿衣服和帽子 慢慢的取起来 想吸引对方开枪 结果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还不小心 把帽子掉到墙的另一面 忽然刮起来大风 趁大量的风沙看不清楚 大卫赶紧跑到 另一个无线电的位置 其实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并没有开枪 等大卫到跟前发现 这人跟自己一向 也是膝盖被打中了 他慌忙的拿起无线电 和背包去往回跑 这时候对方开始开枪 一枪打在门框上 木头被打掉一大块 再一枪把墙打倒 吓得大卫赶紧往前爬 拿出包里的水 偏命的喝了起来 然而并没有多少 看到一点吃的 也赶紧吃了几口 打算打电话救援 发现这个无线电也是坏的 拿起望眼镜 发现镜片也被打坏了 大卫正在绝望的时候 马修醒了过来 他一边跟对方聊天 一边跟马修讲话 告诉对方的位置 就在12点方向 垃圾堆位置 马修拼尽全力 慢慢的移动 拿到了枪 就在大卫告诉马修细节的时候 发现他跟对方聊天的 无线电没关闭 他想让马修停下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大卫 只能朝天开枪 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同时让马修开始射击 结果马修子弹打完 也没打中 准备再装子弹的马修 被对方一枪打中了左肩 大卫赶紧喊马修 让他也躲到墙的后面 腿和肩膜都受伤的马修 移动非常的缓慢 就在马修还有几米到墙的位置 被对方直接暴徒了 正说的大卫大喊 想回家 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对方说道 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为何还在这里 这让大卫无烟一对 他想用两个坏的无线电 组装成一台使用 等组装好 发现自己并没有说话的权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对方假装自己的口吻 呼叫救援队过来 这时候大卫才突然明白 为何来了这么多人 然后又全死了 对方先杀了油管建筑工 然后假装工人 呼叫了防卫队 然后又杀了防卫队 又假装防卫队 呼叫了马修和自己 现在又假装自己 呼叫救援队 救援队说最快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到 大卫再次晕倒 过了一段时间 乌鸦着大卫的膝盖 这让他疼醒了过来 他怕等一下救援队被杀 只能主动出击 自己枪没了子弹 就想办法拿马修的枪 他用一个绳子 绑在一个棍子上 扔了几下 终于把他的枪拉了过来 把枪调整好位置 看到直升机过来了 大卫用尽了全身力气 推到了面前的枪 用枪导的灰尘做掩护 等待对方开枪来确定位置 对方开一枪之后 灰尘作为掩护的大卫 并没有被打中 看到对方开枪的位置 大卫迅速开了一枪 发现对方没了动静 于是自己站了起来 发现也没有事情 他就以为对方 已经被自己打死了 等救援队到了之后 把他抬上担架 这时候他说 对方带垃圾堆 应该是想去检查一下 可能是飞机噪音太大 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等他们飞到垃圾堆附近的时候 突然一队友被打中 紧接着是第二个 再紧接着就是驾驶员被打中 然后飞机坠回来的地上 随后又响起了 无线电呼叫总部的声音 下一轮的杀戮还会上演 其实猪八就是一个普通伊拉克人 战争爆发前 是一所学校的教师 大卫躲避的地方 之前就是学校的一面墙 猪八在一次爆炸中受伤 自己的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